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来我的花园里面看一看 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这一棵大花园大丰收耶 你看,一个花梗 两个花梗 这个你看 三个,四个,五个 六个 哇,真的是太棒了 有六个花梗 这一棵是绿色有香味的 很多花友呢,问我说 大花会兰呢,下雨天要不要搬进去 如果里面的温度呢 差不多是在零度以上呢 大花会兰是不用搬的 你看它像这样子 我们这边呢,前几天有零度 所以没搬呢,它还好 如果下冰袍呢,一定要搬 或者是说,零度以下呢 已经会结冰了,你最好是搬到那种 碧椅的地方 这一棵是,绿色有香味的 像这一种呢,我还ok 因为这边呢,还有空间 你不大需要换盆 如果这个长满了,你最好换盆一下 昨天下雨了 在冬天呢,大花会兰呢 在我这边,我一般都不浇水的 因为都是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啊 或者每个礼拜都有下雨 这个呢,到时候它打开的时候肯定很壮观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